對香港人來說,打風不是陌生的事 過去兩年,天甲和山竹先後襲港 帶來嚴重破壞 而在50多年前 香港同樣經歷過一次相當嚴重的風災 超強颱風溫帶直撲香港 超過180人不幸遇難或失蹤 7萬多人痛失家園 當時的社會通訊科技落後,資源缺乏 面對風災來臨,他們怎樣自存呢? 今天就等我們一起回到1962年 看看各一代的香港人 是怎樣迎接這一場世紀風暴 我們會不會有空間 在1962年裡,我們會不去留意 我們要來的頭髮 因為我們會不在地的地方 然後和一些本地的狀態 都會不會走到1962年 我們會不會走到1962年 我們會不會走到1962年 我們會不會走到2072年 中文字幕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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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 李宗盛